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曾小玥 欢迎回到开市感浪的环节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市况 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跌13点 报2944点 深证城市跌83点 报10193点 护心300跌10点 报3159点 恒指方面 最深报20287点 跌58点 国企指数8667点 跌33点 大市成交53亿 这次嘉宾请来Rafi 跟我们跟进最新的市况 Rafi 你好 Rafi 先和你讲一讲 港股昨天復活节优势 今天开市 阿泰区股市方面 日股升至近一个多星期的高位 因为日本传媒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今天将会公布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措施 可能会包括派发消费券 托儿券 增加幼儿园教师的薪酬 土地改革 强化农业基础建设 翻身道路桥梁 升级港口 以及兴建持浮列车专用的设施 总额达到10万亿日元 大概是6,900多亿港元 日本如果公布这些刺激方案 会否都带动整个亚洲股市 利好迈港股 我觉得这样说 如果以日本 今天安倍晋三会是出席记者会 刚才提到 大家预计了 今天公布一些新的财政政策措施 当然预期暂时有很多 例如阿K读到的超级消费券 可能提高渔鱼院教师的薪酬 增加公共工程等等 但你说这些因素 究竟对亚太区股市 或日股或日股 或日圆有没有大影响性 这样说 我觉得对亚太区股市 就算出了招 预期以前出了招 就会是一个利好因素 没错 如果这样出招的时候 可能对股市会有正面的效果 但如果对亚太区股市 例如港股来计算 我觉得效果性未必会太大 或未必太持久 可能是很短暂的东西 但反而你说 如果真的比较大影响性 可能对日股 自己本身的股市 会是大一点的刺激性 甚至对日股的影响性 也比较重一点 因为最主要出这些招数 我觉得比较大的左右性 都是日股为主 而日股如何移动 才会影响日股如何走 刚才阿K提到一点 就是今天回来之后 日股正在升 当然是升的因素 可能大家本身预期 今天安倍会出招 这个刚才说到 而来的其实都很关乎 就是Yen近期都强了一些 就是多拉Yen 就是弱了一些 令日元又再变回去的时候 日股自然是强了一些 因为前一段 特别上星期 曾经多拉Yen跌到1.10这边位的时候 日股是借了下去 但到昨天开始 已经回到1.14这边左右 也意味着Yen最弱点的时候 对日股又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刺激 所以暂时来说 要看看今天来说 到底记者会有什么招数出 当然 出了招 刚才提到 对日股对Yen可能会有影响性 但实质的效果 对日本经济上去看 我会觉得这些重要时间去看 因为就算这样说 今天就算开完记者会 安倍真的公布了招数也好 但规模有多大 不是即时都会公布了 因为其实很多分析觉得 在Alan来今五月份 其实日本会公布第一季 即这季度的GDP 经济增长 所以有机会 可能在五月中公布完GDP之后 才决定这些新的政策 规模究竟有多大 甚至四月份的消费税 是否准备提高 这些因素 到时才会宣布 所以我觉得今次有机会公布了 一个所谓大浪 但实质内容细枝 或是有多大规模 未必即时会提高 所以会不会很炒得起市 我自己暂时计计 未必会有太大的正面作用 明白 至于本港方面 港股今天服事 第一季的季节 亦都是临近 恒指年初至今累积跌了1568点 跌幅达到7.16% 但单单三月至今 累积急升1233点 升幅达到6.46% 市场人士普遍相信 港股在三月份 余下还有三个交易日 基金经理都不会贸言进攻 多数都会采取防守 因为有指原因 令到三月尾以升市 作为一个结尾粉饰厨仓 令到可以很向基金持有人交代 你又怎样看这四天 来近这几天的市场 会否都是牛皮巨肚 我觉得这样说 如果这些剩下几天 就真的三月份都完结 甚至乎是第一季都完结 当然 会否在这两天 借助来炒分起市 所谓的粉饰厨仓 我认真据 我觉得机会性又不是那么大 因为一方面 虽然现在这个点数位 可能20200 20300 和年初 即是去年12月31日收市 219来说 其实仍在跌大約1700 跌的幅度 整季来说不算少 但当中是否没有波幅 给所谓的基金经理 或者在大户炒 也不是 因为如果是1月 没错 特别是1月达得急 但到2月中开始 结完底 1279 其实这一刻累计的反弹幅度 都很多 而在这一层里面 我相信 所谓的基金 要去做两盆数 追货 在这些时间已经做了 不会只剩下两天才去做 因为以他们基金的性质上来说 不像大家省活 那样比较短炒 即不是今天入市 两天后出货 不会这样 所以你会否只剩下两天 才来追货 追货 去做整整个数 坦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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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 在这几天 在贵结因素之前 其实港股 未必会有太大的突出表现 而来 始终 除了传统这些粉不粉色炒窗 或者会否追货 贵结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因素 其实会阻碍着港股 特别在无论只剩下这两天 即是这个月 这两天 或者这个星期都好 很多因素阻碍着 比如像上一节说到的 外围方面 只是美国都有一群官员 会在这星期里发声 甚至乎都有就业数据 那这些因素 亦都完全会阻碍着 大家之后 怎样看加息的部分 那所以你说 港股这一方面 会否茂慕然 在这些位置里面 想去继续进攻 想去继续托高的市 我觉得机会上升是不高的 而来 除了外围之外 内地亦都一样 始终我觉得也要看内地的事如何走 所以这些因素 都对港股 其实你会否有个很大的单位市 再走出来 刚才不断重新 我觉得不是那么大机会 而且除了这些因素之外 自己本身港官里面 仍然围囹着业绩期 虽然去到这一刻来说 其实很多的大南酋 大部分公司都出现业绩 譬如一些内险股 河油 石油 全部都出现了 但始终这星期里 其他重头戏才会公布 即是内险股 都会公布业绩 譬如今天交行 明天就中行 工行等等 相对公布业绩 要看业绩的整体大数表现 虽然没有预期 越来越多大的增长 但大家现在在看 究竟是否会缩减派息比率 由之前平均三成流上 可能降到三成流下 或者两成 如果真的降低的时候 反而对港股也会有影响性 所以整体来说 究竟有没有什么好的条件 可以叫做借助我勢夾高的市 我觉得暂时真的不是那么多 所以这番整体来说 我觉得短期 特别在季节之前 或者是季节之前 这两天来算 可能市都在大概二万点流上 可能徘徊着 当然跌穿二万的机会性 不敢说完全没有 但我觉得机会的可能性 不算太高 我觉得暂时二万点 应该都会有个不错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看着二万点做法 即是支持位先 但上面来说 要有个突破 已经说到 我觉得没太大机会 極其量的 可能会试回去 上周的高位二万零八 这些哪位水平 但破不破到的话 我自己暂时觉得 要破的机会性 在这几天来说 暂时不太高 好 谢谢Rafi 见到恒指最新报 二万零二百八十二点 跌六十三点 最后再和大家 跟随南筹股的最新组格 汇控跌百分之一 报四十八个二毫半 中移动升百分之一 报八十四个二 建刊偏远 报四个八毫四 公刊跌百分之一 报四个一毫八 中刊偏远 报三个一毫三 港交所跌Eigen百分之一 报一百八十一元 中人秀跌百分之二 报十八个二毫四 友邦母升跌 报四十一个八毫半 腾讯偏远 报一百五十八个六 金沙中国升百分之一 报三十个三毫半 长和偏远报九十九个五毫半 新鸿基偏远报九十三元 九龙仓靠稳报四十一个二毫半 中国海外跌百分之二 报二十三个八 华润置地跌百分之二 报十九个六 中海油靠稳报八个九毫七 中石油跌百分之一 报五百零七仙 中石化跌百分之一 报四个七毫四 康能能源跌超过百分之一 报六个四毫半 中国神华跌百分之四 报十一个九毫八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Rafi做新报 刚才提及股份或指数相关资产 你会持有? 也没有 多谢你的分析 稍后有更多的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 再见